医院惊魂 上个故事说道 林婷的外婆在乡下老家晕倒了 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林婷赶到医院时 已经是半夜 乡下的医院电力不稳定 灯光总是一闪一闪 气氛有些诡异 林婷按照爸爸电话里说的 来到了501号病房 病房里一共有四张病床 只有两张床上躺着病人 一张床上躺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好像是在玩的时候 不小心摔断了腿 另一张床上就是奶奶了 奶奶还没有醒 但是看起来脸色不错 呼吸平稳 林婷稍微安心了一点 她小声问道 爸 咱镇上什么时候建了这么大个医院 听说是旁边那个村 有人在国外赚到大钱了 就回来建了个医院 怎么感觉好冷清 没什么病人呢 这附近的村子也住着不少人呢 医院挺大 医生太少呀 谁愿意到这么个乡下工作 才不是呢 旁边床上的小女孩突然坐起来 大声说道 姐姐 这个医院闹鬼 别瞎说 林婷爸爸压低了声音 怕吵醒奶奶 这世界上哪有鬼呀 说有鬼都是骗你们小朋友的 那才不是呢 我同学都亲眼看见了 后院的太平间里有鬼 鬼的手腕上系着红绳子 晚上就会出来抓人 这时候 女孩的妈妈从外面走进来 让她躺下 别胡说八道 林婷感觉有点冷 她把外套忘在车上了 她起身下楼拿外套 按了电梯按钮后 电梯很快就到了 林婷走了进去 电梯里 只有一位 身穿护士衣服的女人 女人披肩长发 黑的发亮 林婷心想 她发质真好呀 这么想着 就多看了护士几眼 正好和她 目光交汇 林婷有点尴尬 想开口说点什么 不知道怎么 不知道怎么 居然说了句 这医院太平间的尸体 手上会记红绳子吗 话一出口 林婷就后悔不已 说这个干嘛呀 都怪刚才那个小朋友 女人开口回答 是的 红绳上挂着 写着死者姓名的牌子 你问这个干什么 林婷马上解释说 刚才有个小朋友 非说医院闹鬼 鬼手腕上 挥积着红绳子 女人盯着林婷 慢慢地伸出了手 未完待续